解约后不能再叫邓紫棋,却不曾想,真名更让人觉得意外。 邓紫棋本名邓诗颖,是一位高调的音乐人。 她的名字不仅让人想起音乐中的诗意,还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然而,邓紫棋解约后,她就失去了这个名字的使用权。 这让她在音乐事业上面临一些困惑和挑战。 不过,她以真名邓诗颖重新出发,不断推出优秀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她才华横溺的一面。 在邓紫棋成为万众瞩目的音乐人之前,她的名字一直是个谜。 她以邓紫棋为一名,在歌坛展露头角。 然而,随着终止,她失去了使用这个名字的权利。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邓紫棋已经成为她在音乐圈的偶像。 但是,在经历了所有的失望之后,她选择以自己的真名邓诗颖继续前进。 邓诗颖这个名字给人一种诗意的感觉。 充满了优雅和感伤,仿佛融入了音乐的失意之中。 这个名字,与她音乐中的天赋和敏感性相结合,似乎证明了这个名字的美丽。 人们不禁对这个名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望更多地了解这类神秘的音乐人的内心世界。 邓紫棋的音乐一直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歌词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 她的音乐灵感来源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内心感受。 她用歌声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引起人们的共鸣。 无论是邓紫棋还是邓诗颖,她的音乐天赋和魅力都是不可否认的。 合约终止后,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相反,她继续以邓诗颖之名发布一系列优秀作品, 证明名字并不能限制一个人的才华和表达。 邓紫棋的解约让她失去了邓紫棋这个名字的使用权, 但她的真名邓诗颖却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惊喜。 这个名字与她的音乐天赋相得益彰, 向世人展示了她更丰富的内在魅力。 她的音乐将继续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和情感。 邓紫棋的经历引起了公众的思考和质疑。 我们应该通过她的音名还是她的真名来认识音乐人。 一个名字真的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内在魅力吗? 邓紫棋的名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 是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独特的魅力。 然而,当她以真名邓诗颖出现时, 她的美貌和内在魅力更让人们惊讶。 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人的内在价值不能仅用名字来衡量? 这个问题或许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 但邓紫棋的经历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无论邓紫棋的真名邓诗颖还是一名邓紫棋, 她的音乐天赋和魅力都是无可争议的。 她以真名展现出更丰富的内在魅力, 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敬佩。 无论一名还是真名, 邓紫棋的音乐都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和情感。 她以真名邓诗颖重返乐坛, 证明一个人的名字并不能限制她的表达和才华。 她的名字散发着诗意, 引发人们对音乐与艺术关系的深刻思考。 邓诗颖, 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名字, 也让人们对邓紫棋更加期待和好奇。 她的音乐之路上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和意想不到的发展? 无论是一名还是真名, 邓紫棋的故事都还没有结束。 邓紫棋的音乐之路还存在很多未知和悬念。 无论是邓紫棋还是邓诗颖, 她的名字永远与她的音乐才华联系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期待看到她更多以真名创作的作品和音乐表演。 邓紫棋的真名只是她多重魅力的一个缩影。 她用音乐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而她的名字是否真的能够充分诠释她的内在魅力, 这也让人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和期待。 邓紫棋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还有很多精彩的细节等待我们去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